中國人必須離開中葉島 否則我方將排獻軍隊發動自殺式攻擊 以捍衛中葉島 這番說話是2019年4月4日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向北京放話 而涉及的就是南海問題 外媒更加指令在這裏 中國的法律就是武力 我們今集一起了解一下情況 大家好 我是世界奇觀的主持人莫爾奇 Ario 看近這條片的朋友記得留言 讚好和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另外大家還可以WhatsApp56081508 日後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就會即時發給大家 但為何杜特爾特會這麼生氣 這番說話呢 因為三個月以來 大約有275艘的中國船隻 轉入了臨近中葉島一帶地區 其中大部份是漁船和巡邏船 並且在周圍培回 而這個島位於距菲律賓海岸 5到500公里的藍沙群島 愛媒立即加把口 說這次是北京加強施壓 和擴展勢力範圍的一種方式 2018年 菲律賓在中葉島的 菲律賓軍事駐地開展工程 目的就是維修飛機跑道 加以現代化 並且在沙洲建造一個海灘波堤 以利運輸 這就是為何自從2018年12月以後 中國不斷加強行動的原因 不過 中國和菲律賓的關係 有沒有因此變得很差呢 還是美國在加鹽加噪增加時短呢 先和大家科普一下 南海的主權和歷史問題 再和大家分析一下現況 實際上 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領土爭端 已經持續了很多年 涉及所有南海沿岸國家和地區 除了中國、菲律賓 還包括了越南、文萊、印尼、馬來西亞 各自聲張 這些是珊瑚礁和沙洲的主權 這兩座群島的總陸地面積約25平方公里 而且大部份是沒有人居住的 這片面積幾乎超過地中海一倍半的海域 具有極具重要的地緣政治和戰略地位 其實每年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貿易貨物 都會通過馬六甲海峽 當中包括了80%的中國能源 亦都經這裏運輸進口 控制了儲存量約110億桶的石油和天然氣 以及佔世界12%的漁獲運輸 只要中國取得南海350萬平方公里的控制權 就很有機會列入海洋強國 你說美國怕不怕呢? 當然啦 出盡手段極力阻止 但為何我會說一直都是美國在搞屎棍呢? 聽聽以下的資料就知道了 在主權問題上 祖國能夠提出更高強度的歷史證據 而其他周邊國家只有推論證據 甚至乎不可考察 中國就擁有了對南海的歷史權力 而且在兩場南海戰役中 都是中方勝利 成功控制了很多島嶼 是事實上的南海勢力 但中國願意和其他國家 用雙邊協商的方式去解決這個爭議 主張中方歷史的主權 真與解決之前 可以共同開發南海的資源 從歷史觀點看 這個地方全部倒罪 以及大量的水下沉船遺跡 都證明了中國歷史上 在當地活動的漫長歲月 對於南海主權的主張 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 翻顧的漢書地理誌 已經由漢武帝派遣事成 從南海航行海外各國記載 漢武帝時期已經開始管理南海疆域 1279年 國首徑提案的四海測驗的詳細紀錄 就有南海諸多島嶼 選定的27個緯度測驗點 之一就有黃岩島 而原始地理誌和元代疆域陶序 記錄了元代疆域都包括了藍沙群島 明代亦表明 藍沙群島屬於明代的版圖 至於清朝時期 清政府分別在清籍省份圖 和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傳圖 大清一統天下傳圖等重要地圖上 都將藍沙群島列入中國的版圖 一直都屬於中國版圖內的地方 為何外國會借中國弱勢多年想搶走它 而美國身處在這麼遠的地方 當然證明不到自己擁有南海這塊肥豬肉 但可以控制它的傀儡國家去搶奪主權 然後安插自己的軍隊在島上 就順理成章可以搶奪南海的資源 以前的菲律賓就是其中一種旗子 其實美國和西班牙1898年簽訂的 巴黎條約和1900年簽訂的 華盛頓條約曾經明確規定了菲律賓的領土範圍 並未包括藍沙群島 但菲律賓與美國在聯盟關係 對於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表面上依然是採採支持的立場 但它單方面的動作較為頻繁 以及劇烈表示出抗衡中國的立場 在2019年 美國副總統蓬佩奧 亦趁中非發生矛盾時搞搞震 訪問菲律賓時表示 菲律賓一旦在南中國海 遭受到來自任何一方的軍事攻擊 美國將會挺身而出保衛菲律賓 但美國的陰謀在菲律賓現任總統 杜特爾特上台後難以得逞 他比較起上一任總統 亞基諾三世較為理性聰明 著風亦是強硬和狠辣 不願意做這個棋子 所以根本不理美國這個搞事 認為與中國交好才是菲律賓經濟改善的唯一希望 將戰爭邊緣的南海問題 突然降格成餘孽九分 2016年7月 荷蘭海牙上次仲裁法院 菲律賓控告中國主張南海主權一案 裁定中國主張南海主權無效 但中國在荷蘭輸了這場可笑的西方猴氣仲裁之後 依然在南海當地投入大量資金興建設施 當時很多媒體還大膽預測 杜特爾特當選之後會怎樣激烈反抗中國 但菲律賓並沒有利用國際仲裁的結果 去採取任何行動 相反 杜特爾特2016年更加發表聲明 菲律賓在軍事和經濟上脫離美國 外媒則質疑 杜特爾特是否被中國欺負? 還是為對方找理由? 但其實他才是最聰明的一位菲律賓總統 之前的菲律賓為美國和中國打生打死 得到的是甚麼? 得到的只有落後和腐敗的國家 但和中國關係改善之後 中國開始給大筆錢 資助杜特爾特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計劃 而且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 也沒有失去利益 建設依然繼續 資源享用也沒有減少 甚至在2019年的中非南海9分鐘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趙建華 也立即處理事件 中國開展調查 上方通過友好的外交渠道 去處理了這個問題 表明不擔心會引起任何衝突 事實也是這樣發生了 在杜特爾特的講話當中 他明顯看到美國一直以來的偽線 他說你還要我開展? 我們只有兩架飛機 是美國給的 沒有其他武器 他還說美國給的這兩架飛機 機下面是武裝導彈和火箭的 但在他們面前的 將會是3000架解放軍戰機 當時他舉絕以後 再和美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杜特爾特說 跟美國一起演習 我們就會完美嗎? 甚麼完美? 是完美的送死機會 2018年中美貿易戰升溫之後 美國再次挑動南海問題 杜特爾特再次發表聲明 他說 跟中國在南海硬碰硬 等於下令要我的軍隊集體自殺 你認為他們會聽我的命令嗎? 所以只有兩種結局 就是我們國家會遭受大難 又或者是軍隊去叛變將它推翻 但有了中國的幫助 菲律賓可以在內陸現代生活方面取得發展 杜特爾特說 菲律賓在經濟上唯一的希望 實話實說 那個就是中國 甚至乎 誇張地說 中國不幫菲律賓 我們都會進步 但可能需要1000年那麼久 如果發生了戰爭 堅持一片水域的所有權 還有用嗎? 這一片水域不能夠帶來繁榮 而是愚蠢 我非常贊同杜特爾特所說 美國如果想和中國開戰的話 不要只會搞一些隱負小動作和口頭遊戲 請美國先將第七艦隊全部調集 而且先開第一槍 不要只會慫恿菲律賓 日本等地方對抗中國 將其他國家的人民當有利 根本是犧牲其他人 完成大我 只會被人恥笑 希望愈來愈多國家的領袖能夠清醒 這裡是世界奇觀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莫爾奇 下集再見 拜拜